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纪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造他夫妇的恩典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将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应计 是的 我们的生命若把上帝当成举伴人的话 我们就无法享受那幸福美满的人生了 我们总是认为上帝很抽象 因为看不见他 所以很难将上帝与我们每日的生活挂工 但其实不然 若我们的灵魂敏锐的话 上帝借着教会已经活在人间 活在你我的当中了 首先 我们要认识那三位一体的上帝 何为三位一体呢 就是圣父 圣子 以及圣灵 圣父定了那永远的职业 圣子就是主耶稣 基督为了成全食物的职业 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 将天国的奥秘和永远的事 教导上帝的福音 而圣灵暗制圣子 一切所表明的 将圣子的旨意显明出来 使人能明白得着感动 去束缚上帝的名义 三位一体 上帝虽是三个不一样的位格 但却为彼此作见证 这样 信徒就对圣子的道 圣子的教训 以及圣灵的感动感到一致 不会感到混乱 三位的显现和工作的角色虽然不一样 但 他一体的目的和旨意 公义和慈爱 能力和权柄 尊慧和荣耀则完全相同 这带给信徒处于不同阶段 更贴切的感动 教会如何成为上帝的化身 上帝一切的关心在他三位一体的教会 所以神明就寻教会 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道 教会是他的身体 使他为教会作万人之首 这可见 从古至今 上帝存入这个世界的原因是为了他的教会 一旦教会的人数满了 主密实在来 今天 我们信徒最大的普通 就是小看教会的荣耀 因教会软弱而轻视他的重要 也不晓得教会就是能使自己得着一身付负的地方 能心自问 只有来到教会 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帝的话 主日不去上帝的殿 却自欺欺人自己留在家中 得着同样恩典的信徒 心必定会慢慢冷淡下来 教会就是上帝的化身了 唯有借着教会以及肢体生活 我们才能遇见上帝 上帝的美意才能显明出来 通过肢体的提醒 安慰以及鼓励 我们仿佛听见上帝的声音 亲自在对我们说话 教会传讲的信息也使我们对上帝的话更敏感 对圣灵的感动更明确 从而使我们在每日生活中成为一个有生命活泼的信徒 而不是一个麻木 死气沉沉的宗教徒 最后 信徒在人间幸福美满的秘诀究竟在哪里呢 人类幸福美满的秘诀在于效法上帝 将上帝的子民引进教会 以福所书五章说道 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西乡的供物和祭物 献于上帝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诵词 宁歌 以此对说 苦唱心和的赞美主 这书经文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很熟悉 我们甚至可以倒背如流 但我们往往却成为了经文所提及的愚昧人 或是糊涂人 我们幸福美满的定义 总是与世俗的人一样 拥有好的伴侣 生殖加薪 孩子健康 万事如意等等 这都是世俗人眼中的幸福 因为这一切都是看得见的世俗享乐 但他们却被摸壁看不见这一切享乐 是相对的 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的 唯有那看不见的是永远长存的 那就是精灵的满足和喜乐 我有三个小孩 在人看来很幸福 但是不然 因为当我一不小心掉入魔鬼的欺骗的时候 这幸福感就变俗弱 我很快就会因着孩子的问题开始烦躁起来 因为我严厉的幸福是在于相对的有没有孩子 而不是在于上帝绝对的旨意 无论你有孩子与否 人都能感受到你身上莫名的幸福感 那才是拥有绝对幸福的奥秘了 实在的 上帝要他的子民将他绝对的荣耀形象显现在肉身里 使人看见心中归荣耀给他 以致幸福他为独一的真神 他若我们尊照上帝的道将那看不见的上帝 活在肉身里 就犹如上帝借着我们做丈夫 太太 父母 儿女 员工等不同角色 那就是最幸福与荣耀的样子了 这种荣幸才是真正的传福音 使人看见上帝的真实与活泼 盼望大家今日也能得着这幸福美满的人生 活在上帝里面 不忘此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